当年的对月自卫反击战中,由于身强力壮的男子,一般都上前线打仗了,所以后勤兵资源十分稀缺,而我们的女同志由于比较娇弱,也无法承担搬运这样的后勤重活。 于是,我军当时在云归两省,招募了大量的民工,帮助解放军在前线搬运物资,解决军需,其实他们的工作,有时候比前线打仗的战事还要危险得多,因为一旦遇到来复的时候,他们是没有武器抵抗的。 可是在这种情况下,我国人有很多的民工踊跃报名,黄甘宗也是其中一位,1979年1月25日,黄甘宗当时正在一个临时阵营休息,这时月军突然袭击,由于这群民工没有作战经验,于是便逃跑了。 黄甘宗也是赶紧逃跑,可是由于方向不对,他在跑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被扳倒,还被打云网了起来。 虽说他进行了激烈的反抗,可是最终反抗无效被带走,等到黄甘宗醒过来的时候,黄甘宗发现自己面前,有两个越南女兵,他们也会讲中文,他们说自己是从战争中逃出来的, 而且他们不想参与到战争中去,只想平静的生活,他们还说希望黄甘宗可以留下来。 黄甘宗肯定不愿意,因为自己在中国有妻儿,他是万万不愿意在越南这片土地上和这两个越南女兵生活的,可是,由于这两人都接受过部队的训练,所以说黄甘宗逃不掉,虽说经过多次的努力,可是黄甘宗还是被招了回来, 就这样,他和这两个人越南女人过起了小日子,就这样,黄甘宗在这里待了将近13年的时间,他在这里与世隔绝,甚至不知道战争已经结束了,到了1991年的9月的一天, 这两个越南女兵拿回了两瓶啤酒,上面居然写着中文,黄甘宗猜测战争已经结束了,两国可以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了,于是在当天夜里,趁两个越南女兵不注意跑了,过了三天三夜的时间,黄甘宗终于回到了自己的祖国。 一车